是立委吴怡丁的父亲吴光逊涉嫌炒作生计股王康游股票 被检察官依违反证交法预令300万元交保 而至于吴怡丁的弟弟则是吴宝请回 另外涉案的还包括香阳维士比集团的真口味公司负责人陈和顺 是以200万元交保 据了解检调这一回是掌握吴光逊等人 在2018年9月大量买进康游股票 从378块炒到了538块 然后就立刻出脱坑杀股民 炒股案之所以曝光 则是因为康游董作黄文烈掏空公司 才会让事件爆发 立委吴怡丁的父亲吴光逊一脸眷容又满口抱怨的从北检离开 他因为涉嫌炒作股王康游股票 涉嫌违反证交法以300万元交保 而被他当作人头账户的儿子 也是立委吴怡丁的弟弟吴玉展 则是吴宝请回 吴怡丁妹妹则是人在国外尚未到岸 另外一名商场巨人陈和顺也跟吴光逊有一样下场 三阳卫士比集团里负责真口味公司的陈和顺 以200万元交保后传 其实检调还有传他的姐姐也就是三阳负责人陈玉莲 但他身体不适调查官决定暂缓讯问 而在疫情大爆发期间热捐6万个口罩的台南富商杨志强 则是以100万元交保 那这群商界巨头究竟是如何炒作股票 根据了解他们在2018年9月前就掌握了康游 在印尼设厂的内部消息 表示量产流感疫苗会有重大发展 便趁机大量买进康游股票 从378元一路炒到538元 其他散户见状跟风买进 结果吴光迅等人早就设定好超过500就脱手 在康游前景一片看好的传闻护航下 高挂10党认购全镇瞬间抽手 结果康游连续10天跌停 大量股民遭到坑杀 而这一段不堪往事就在检调侦办 康游董作黄文烈掏空公司案后 一一被翻了出来 在刘康游的黄文烈至今仍下落不明 但如作针毡的吴光迅等人 早就已经想好以投资失利的被害人角度 替自己辩护 但能否顺利过关就看检调 这次搜索掌握了多少证据 记得台北众讨论报道